幸福盟艾佳公投三案 经过中选会10月9日公告成立 并给予编号 分别是第10 第11 第12案 在距离年底大选还有40天之际 幸福盟面对500万张同意票门槛的压力 对于艾佳公民伙伴 站出来一起实践直接民权 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民众志工支持我们 当然最大的挑战是 年底的500万票同意票 我们希望所有人继续支持 延续这个热情 一个人至少到20票 摆摊扫街一起走出去 影响更多的人 人民的自觉是很重要的 唯有我们勇敢站出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意见 才能够让整个政府的决策 能够走在民意所期待的方向 所以站出来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因为我们的每一票 我们的每一个跟乡亲的接触 都可以唤醒他们对这个议题的了解 长期关注家庭议题的台湾教会界 对于这次爱家公投三案也进行总动员 并且分享了扫街摆摊的成功经验 选的就是车队 然后都贴布条贴贴纸 然后就沿路这样子走 第二个就是扫街 就是拿着公投的海报 沿着例如说菜市场 或者很多人潮地方去发 再来一个就是摆摊 把完整的资料 还有QR Code的这些东西都放在摆摊的摊位 然后来做摆摊的动作 10月20号我们会发动一次全台湾全国的大摆摊 我们通通出来走出教会的四面围墙 向这个世代 向这个社区 向我们脚掌所踏之地 为主来发声 为主来发挥属灵的影响力 面对年底公投案激烈竞争 这场扫街动员全国同步摆摊行动 可以带动多大效益 幸福盟表示 无论如何会坚持到底